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注意力量 正常的小型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假如有一天你的手機被人偷了 或是掉了 沒有關係 你資料都在雲端 它都已經同步到雲端 那只要你去買一個新的電話 一插下去 你所有的資料檔案都會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idea 可是同時間很多人 就不知道這個同時的危險性 就是說當你在你的手機上放一些隱秘的東西 照片或是檔案 它同時是 同時間是會被sink到雲端去的 在那邊有一個備份 那你假如有時候不小心 尤其在這邊跟大家觀眾們 也講解幾個要預防的地方 就是說當你收到E-mail 也許它看起來 我們說你 比如說你用iPhone好了 你收到一個E-mail 從Apple來說 麻煩你 你account的Password要update一下 或者是你的User ID是怎麼樣 你要仔細看一下那個E-mail 是不是真的從Apple來的 有時候那個E-mail address 或者是AppleAA.com 可是它故意假裝 這叫做Pushing 它故意假裝是Apple 它就是要你把你的Password給打進去 OK 那這一次的這個事件 Apple也出來聲明了 它說 不是人家hack進去 我們的Account去拿到這個照片 很有可能是 他們寄E-mail 或者是要去騙取到你的User ID Password 所以在這邊也跟大家觀眾講說 當你收到這種E-mail 尤其特別是要騙你銀行的帳號 Password 你的Apple 或是比較重要的 account information的時候 三思和O型 通常人家不會在E-mail裡面 直接問你Password是什麼 就好像Credit Card Company一樣 它不會說直接問你 你的Password 你的DateBird是什麼 或者你的Social Security是什麼 它會直接 像我之前就 之前我們也講過 我之前被盜用過一次信用卡 它就會直接問你 有沒有花這筆的金額的交易 那麼它 如果你說沒有 那它馬上會打電話給你 而不是你要去接受別人的電話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保險的 可是你看這個 你剛剛講到這個雲端 那麼這些女星的這些不假照片 其實都是在一個 放在一個我們所謂的iCloud 就是雲端上面 可是這就是一個虛擬的東西 那你怎麼樣去防止一個 你看不見的東西 比如說那你完全是個virtual stuff 那你的account永遠在那裡 不論你用什麼手機 iPad都好或電腦 你還是防不省防 你還是有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還是說要經 或者是不是只是說 我去經常更改我的password 就可以比較protect的一個事情 這麼說吧 比較隱密的照片 像這些女星 比較暴露的照片 我建議說 各位觀眾朋友 有這種照片的話呢 就不要放到雲端去 那盡量就是說 留在你的自己家裡的 Hot Drive或是USB Drive 然後最好USB Drive 裡面也有密碼protect住 那假如你真的要 不小心就是說 照到你的手機裡面去 iPhone裡面有一個setting 你可以turn off 就是把它關掉 不要同步到雲端去 你這樣就不會說 照了照片立刻就跑到雲端 那更進一步的是 假如說你用很多 Apple的product 你有iPad 你有iPhone 你還有Mac 它同步的時候 你有空中 好像有空中 也會有空中 就有空中 有空中 所以你還有空中 何要講 好 就是這樣 然後你去拍照 这些照片的流出 这个肯定都是这个用户 他没有仔细的setup好 我觉得这个 是 他可能不知道有同步的这个功能 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新闻出来说 这么多女性怎么 说一百多个人 对 都不知道吗 为什么会把这么隐秘的东西放上去 他们可能不知道 他的照片已经同步被考成备份 上到iCloud里面去 那更进一步我觉得 我自己都觉得蛮惊讶的 就是说有一个女性是说 他在iCloud里面已经把这个东西给删掉了 但那个hacker还有办法把删掉的档案 再把它救回来 所以那个hacker应该算是蛮厉害的 对 其实这个你讲到这里 我想到一个文章我也看 就是说现在说了 就是说你在你电话里删掉的东西 或者尤其是照片 Delete doesn't mean delete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 你才能不要把它彻底的就是消灭掉 这可能就要问比较这一行的专家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时候你在delete东西 它在hard drive里面 它只是一个command 一个indicator说delete 它真的东西没有delete掉 它只是说这个section的东西应该不存在了 但厉害的人还是有办法进去 把那个还没有完全delete的东西给拉回来 不管是电脑或是电话 正确delete的方式 假如要完全隐秘的话 电脑你要整个format它的hard drive 一个叫做hard format 要把整个hard drive format掉 就完全把里面都清光 完全都清光 那电话你要reset到factory setting 这上面去 它有一个完全就是reset到factory setting 这东西去 那你假如说里面有公司档案 或是很隐秘很密的东西 你甚至可以拿可以去给专家说 麻烦他们把你全部的东西删掉 他们有更厉害的technology 去删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各位如果经常 尤其是年轻人用这个自己的手机去照相 不管你照什么都好了 反正还是要比较留意自己 注意一下你的意思 这个backup 因为我觉得这个 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了 因为也没有人会想害我们的 没太多秘密的 但是这个各位如果这个看我们节目的 这个公众人甚至要非常小心 就是说自己的account 可能随时被 可能不一定是照片 可能你的私人讯息 你的credit card information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Apple在这个世界以后 他也说我们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等于是一个scam 是个怎么样 是来骗取的 那我们没有一个很系统性的瘫痪 那么在与此同时 他们就我们在另一则消息里 我们就看到其实Apple 现在已经快要推出一个最大的一个event 就是在9月9号会推出这个 大家的rumor到目前为止还是rumor的 就是iPhone6 我非常期待这个产品 但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期待iPhone6的推出 这个我们看到一个很亮眼的一个这个消息 就是iPhone6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带一个一系列的新加的功能 其中最让我关注的就是这个 可能会将你的电话变成一个虚拟的钱包 怎么样看这个借责新闻呢 James 我觉得这个是必走的趋势 那会不会在iPhone6这个version出现 那我们拭目以待 以后呢 整个industry 你不需要再带credit card 在你的钱包里面 你credit card可以被存到你的电话 用电话来当credit card在付费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innovation 为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前一阵子有人的钱包被偷 放在车子里面 钱包被偷走了 那钱包里面就credit card information一大堆 可是今天你只要幻想说 你被偷的不是钱包 而是一个电话 那偷的人还要知道你的密码 才有办法去付钱 所以他第一个已经不可能 用到你credit card 那那个钱包被偷的那个 直接credit card拿出来就可以去刷 去刷credit card information 这些东西 所以反而有credit card在电话里面 是比较保密的方式 那我相信到 可能也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让大家去适应吧 但一旦适应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把credit card 就是以电话在带着 就用这个iPhone 6 像你这样讲这样的功能 在carry你的credit card 我觉得iPhone 6的推出 会有一个更完美的一点 版本的这个软件 但是其实这个技术已经不算新了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个人都在用 比如我去买咖啡的时候 Starbucks的软件就是可以让你在 你用你个人的那个app去 去pay for the coffee that you want 然后你直接拿到你的电话 然后去scan它那个scanner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account是跟你的个人的银行账户 是连在一起的 比如credit card credit card account是连在一起 所以非常方便 我是觉得说有一个很大的concept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个人隐私的问题 虽然说你是如果偷电话你拿不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里面的 这个钱包的这个钱的information 但是同样我是不是也可以hack进去 然后我然后我等于你总之 总之是防不上防的 我把你的钱也拿走 干脆连你所有账户里的钱都拿走 可是我这么说吧 要偷一个钱包拿他的credit card去刷卡 比要hack一个phone来的简单多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hack电话 那假如他真的有办法hack电话的话 他可能去hack bank account 他不需要hack你的电话 所以我比较不会担心这方面的东西 那至于前一阵子我们也有看到一篇新闻说 那是不是我不小心电话接近某一个东西 就直接付钱了 那当然也他们的机制绝对是做到说 像iPhone 6你需要fingerprint的scanning 甚至需要打密码 所以他一定可能会有单层或是双层的保护 在你付钱之前确定你是应该要付钱的所有人 才去做这件事 我是觉得说 关于你刚才那个会不会接近很接近的一个 就直接给钱 那个concern呢 我是觉得说不必担心 因为很多时候你要去actually去scan一个scanner 才可以去收费的 然后它这个范围有一个固定的范围 我觉得这个倒不用担心 但是我是觉得说 当这个技术推出的时候 这个很多的开发商需要注意 就是要做得非常非常的完善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旦像类似像这次这种 security bridge 会很糟糕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告诉您更多 各位好欢迎回来今天天天话题的现场 那么在现场我们同样为您请到了James here 做客我们节目 James我们刚才谈到这个iPhone 6的debut 那么我们同样讲到刚才有可能会变成一个 虚拟的这个钱包 那么其实另外亮眼的一个报告就是说 可能会推出苹果第一个的智能手表 就叫做iWatch 也是同样在这个September 9 就是9月9号跟iPhone 6一起推出 你们记得吗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话题 以前我一个最大的complaint 就关于当我们 当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个智能手表的时候 我第一个是很反感的一个感觉 因为是我觉得你感觉好像Power Ranger 就第一很不好看 比一般的手表差远了 第二是没有人会这样讲电话 我觉得很stupid 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底用有多大的客户群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像Sansun的这个 其实是有人在用 但是我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很多人在用 除了可以track你的心跳了 健康状况了 或者是你的睡眠状况 你的运动 今天的运动量以外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么到底Apple出的这个iWatch 到底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其实像我们上次也谈过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趋势 一个trend 那当然我觉得第一批买的人 一定就像Techie 就像我这样 就是不管它好 也没有什么用 就是想要有最新的东西来玩看看 那Apple本身就有很大的一群这样的人 他不在乎价钱 他只要最新的东西 好玩的东西来玩看看 那当然他有他的实际的用途 就像你刚刚讲说 他量你心跳 量你睡得好不好 那这对年纪大的人 你也许有心脏病的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途 假如说你心脏突然真的心脏病发作 手表连到电话 直接打电话给911帮你叫 叫救护车 那睡眠状态 对有一些athlete 运动家 他会确保他身体在最好 maximum最好的状态的时候 他会确保他睡眠也很足 他们现在说 甚至那个watch有可能可以measure 去量太阳的光的 紫外线 紫外线度 也许你说这紫外线太强了 他跟你讲说到室内去 不要在外面 那这一些呢 这些都是他其中一个功能 每一个technology刚出来的时候呢 也许他最大的功能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但是目前为止我是可以看到说 应该很多人会开始买这个 可是你知道吗 我看了这个 我画面中的各位应该也可以看到这个 iWatch这个photo Come on It's not anything better than the samsung one that has 就是 就是也不好看啊 也是一个 跟以前那个可以带在手上 那个ipod shuffle 或者是那个 那个 是差不多 还没 还没 你再给他 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你再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已经我看到有一些manufacturer 是actually the sort of the 就是iWatch smart watch you will actually want to wear 一些很fashionable 就像我们手上现在戴的这种一样 但是我是觉得说 do we really need it like you know 就是说到底是 people still go to doctors 那我们还是去看医生 还是会定期做年度的体检 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自己的手机 看到这些烂七八糟的资料是什么 但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一个 还戴在手上 而且我听说iWatch 是可以这样打电话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is it unnecessary 我的view在这 再给他两年的时间 它会变成很漂亮 很fashionable一个手势 尤其女孩子 可能就戴一个手镯 它其实里面就是一个iWatch 按一下它什么功能都有出来 因为我觉得 the one day that iWatch become 就像电影里那样 其实你外面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一个band 然后你按一下 它是一些projecture的那种 那种我会买 那种我也会去 它里显示所有的information 包括通话 包括你的那个 什么social network update 这都有的话 我就可以去 没问题 但是我是觉得说 我就可以去买 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现在so far so ugly 最近那个Samsung 有一个新闻出来 他们出了一个phone 叫做Edge 它的screen不是平的 它是K1的flat OK 那这个technology 在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你真的就会看到一个 一个手镯 或者什么flat 亮亮的screen 可是很漂亮的一个手镯 也许里面就是一个iWatch 然后你按一下 它直接变平 然后就可以显示各种 we're talking about science fiction here but looking forward 目前这些产品 所有话 to you then disappointed but speaking of gadgets 那么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尽管 iPhone和Samsung 继续苹果和Samsung 继续dominate world market 但其实在亚洲市场 尤其是在中国市场 一个很 就是算是这几年新起来的 一个产品 一个手机品牌 是非常受欢迎的 那就是这个小米 小米手机 如果各位没有听说过小米的话 其实就小米是一个相当于 非常像iPhone的一个电话 那么甚至有人说 它是山寨盘的 就是knock off 这个iPhone 其实不尽然 但是James怎么看这个小米手机 我是其实很欣赏小米手机的 是 小米 便宜又好用 嗯 我就是说它是 以后是中国在 中国的电话的龙头老大 应该现在已经开始 是了 那美国有 有Apple iPhone 那韩国有Samsung 那我们中国就是出了一个小米 可是你知道它那个CEO 原来是Google的 它那个那个 Executive BP是Google 是Google Android 它挖外面的公司 来帮它promote 它这个brand 快一点 那你假如看小米最近出的机种 你会发现 蛮像Apple的 OK 那可是也很漂亮 OK 价钱又很便宜 这就是它的优势 它就是说 它虽然有点算是抄袭 可是它可以做得又大又漂亮又便宜 那它的VP是出来讲说 人家问他说 你不觉得这是在抄袭Apple吗 那它很婉转地讲说 我们公认Apple是这一行的龙头老大 我们只是inspire 受到Apple的启发 对 启发 然后去跟随它 所以我们东西 当然有点会像他们 可是他们有一点是 do it very correctly 就是他们既便宜又好用 而且设计东西还非常好看 因为我们知道Apple有一个很大特点 就是它非常的人性化 它东西很好用 可是价钱并不便宜 可是小米就在这一点 就是它的电话相当于美金 可能就100块钱左右 有同样iPhone的feature whatever that you want 都在里面都有 包括一些就是我们华人 就是比较喜欢用的软件 都会在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小米这个不可小关 我觉得非常的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现在美国市场有 我会去买一个来来玩玩 因为我觉得小米的手机 为why not便宜又好用 而且我记得当初 还没有smartphone的时候 没有这种大荧幕的smartphone 推出还是那种翻盖的 小米手机做得非常好看 尤其是我相信很多女孩子会喜欢的 就是非常的 就是cute了 也还elegant 然后有各种 反正你想象的 什么颜色都有 我觉得小米如果继续可以保持 它这个圈 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 它手机应该会越来越好 而且他们现在有说 有可能要就是进入美国市场 但是it's not anytime soon yet 但是我是非常希望像这样的一个market 可以可以进入 对啊 我们也希望说看到中国有一个很大的 很好的电话公司来带出更多好的功能 因为便宜又好用 why not again you know i keep on saying便宜又好用 所以小米注意留意的 哈哈哈 i'm your man i'm your man 寄一个过来让他review一下 哈哈哈 另外就是在节目最后 我想跟Jim提到一下 你记得你知道我们几年前提过一个 或者几个月前提到一个新闻 就是amazon推出了一个 所谓的就是drone delivery system 就是说你买一个东西 可能30分钟以后 就会有一个无人机 飞机对 把你这个东西就飞过来了 那么现在不仅是amazon 那么这个产品还没有推出 这个技术还没有推出到市面上 之前呢 已经有别人开始在准备是在发展了 那么这个google同样也是在这一方面的发展 那么他最近推出了个计划叫project wing 是什么呢 不如James跟我们讲解一下 好吗 google一样他在用无人机 然后在送东西 他现在在test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 整个internet的e-commerce 有一个趋势 他们试着把delivery time 送货的时间给缩短 以前是说你买 网路上买个东西 两三天我帮你送到 两天送到最快 Amazon Prime 现在呢 他们要想办法 有没有办法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内送到你家去 OK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 第一个当然是方便客户 第二个他在打不一样的市场了 通常一两个小时送到 是在打什么市场 我们急需要去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might grocery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一些日常用品 我们就赶快跑到Walmart去啊 Walgreens啊 赶快去买买 然后回家 或者你在这一分钟 我用非常需要的某一个东西 Let's say I need a screwdriver and I don't have any at home 我需要一个这个螺丝批 可是我没有 然后那么 我又没有办法及时出门去买 可能那个shop 离我很远 那这时候我在Amazon上买一个 他就可以送过来 对对 所以他们现在在打这个市场 他在整个要去打 traditional store的市场啊 Walmart啊 什么Office Depot啊 这些市场 OK 那一样我们拭目以待 我记得我们不久之前 好像是四个月前才在讲说 Amazon出无人机在送货 这有可能的事吗 结果一下就 Amazon就跟那个FFA 美国航空局申请说 他要有space ride 可以飞这个东西 然后Google 现在立刻又project win 又出来 然后最近我听说 Amazon在deliver grocery了 已经在送菜了 OK 答应你一两个小时 要送到你家 哇 我们世界变得太快了 Google这个project win 有一点不同 就他们现在还是在一个 失业的阶段 那么他们专程一些 开发人员就飞到这个Australia 去跟当地的这些 farmer农民呢 就交谈说 那我们可以deliver一些像dog food 或者是candy bar 什么或者是急救用品呢 或者是什么bandage 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就看到他这个画面中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离Amazon所设想的 那个还有一段距离 另外一个就是像你记得 我以前讲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当这个技术真正出台以后 怎么样会有一个好的regulation 难道我一抬头看 你觉得好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 然后我就觉得说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有一些比较反 对这个科技比较反感的人 Anti technology的人 他会不会就拿把枪 然后把它都打下来 然后东西都归我自己所有 有可能 对 所以他regulation还是要 法律啊 可是飞太高又不行 我飞太高 你会被撞到飞机 那问题就更大 让FAV去figure out这个问题 但这个未来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是Tran 就像你刚才讲的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较有可能说 会变成一个比较靠谱的科技 like the stupid eye watch thing 但是这个Drome我觉得是 我会很想要说我买东西 网上买完以后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内就送到我家 我最烦就是等那个一个星期的时间 除了Drome之外 我在这边也提一点 你知道Uber吗 我们好几集都在谈Uber Uber现在要进去送货Services 跟观众讲一下Uber就是说 计程车带人从一点到另外一点 可是是用公众的力量来带的 它下一步要 等于搭顺风车 下一步要让这一些公众车来送货 所以也许我从这边要开到那边30分钟 我顺便送一下菜过去收个5块钱 这个会跟Amazon这一些 跟Google这个compete起来 我觉得在这个大家 各大technology company 这个compete的时候 我们受益的还是我们consumer 但是其实我还是觉得说 这个新产品推出的时候 一定要做得更refined一点 要不然就会引发各类各种的问题 尤其像这个security breach 我觉得是要非常小心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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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